最近是蓝雀的繁殖期特别怕人靠近 如果您在野外发现了蓝雀的踪影 也请您小心不要打扰到他们了 每年4月间是台湾蓝雀育畜的时期 蓝雀因为成群生长在海拔300到1200公尺的低海拔野外 加上杂食性的特质 因此经常出现在山区的住家附近 近来就有民众在自家窗户外 发现数十个蓝雀家族的巢穴 可以近距离观赏到蓝雀成长喂食宝宝的画面 被誉为蓝雀属于台湾特有种鸭科鸟类 在繁殖期过后会进入觅食的高潮 使得架设在巢穴 经常可以看到一幕幕动人的蓝雀喂食景象 也因为巢穴架得太高 蓝雀宝宝经常有衰落树下的意外 不过也因为上午成群的蓝雀家族不怕生 所以会出现在山区人都的地方 但要小心蓝雀妈妈为了保护刚出生的小宝宝 只要看到有人经过巢穴的下方 就会展开攻击 他照顾他宝宝 这是我的领域 这是我家在这里 你们都不可以靠近 蓝雀强烈的护巢行为会攻击靠近巢穴的人 此外他们有发光的蓝色羽翼 以及特残尾体型 因此也被称为长尾山娘 是台湾独一无二的特有种鸟类 下回看到这么美丽又团结的蓝雀家族 民众最好远观就好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